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处署长萨洛蒙宣布新增三名确诊病例患者的具体情况 他们分别在巴黎 东北部城市斯特拉斯堡和北部城市亚绵被确诊 病患所处地理位置显得比较分散 萨洛蒙说 在巴黎的确诊患者为一名60岁的法国教师 他25日晚被送入巴黎的医院时 病情已经十分严重 在经过整晚的抢救后 仍于26日上午宣告不治 这名患者此前有症状 但被认为是流感 据大巴黎地区卫生部门官员透露 初步报告显示 这名去世的患者生前没有去过疫情严重的地区 因现在无法确认他是如何被感染的 该官员还呼吁曾与他最近两周接触的教师 如有感染症状 要立即联系急救部门 萨洛蒙表示 第二任确诊患者是55岁男性 病情严重 正在亚绵当地医院的重诊监护室接受治疗 法国卫生部门也在调查他是如何感染的 他的亲友和同事等也都被列为密切接触者 进行进一步检测 萨洛蒙还透露 第三位确诊患者是36岁男性 刚刚去过意大利伦巴蒂大区 现在正在斯特拉斯堡的医院接受治疗 他的病情稳定 截至目前 法国确诊新冠肺炎总人数已经升至17人 死亡2人 11人出院 4人在医院接受治疗 意大利仍是欧洲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确诊病例已经升至374例 死亡12人 有多人自意大利北部疫情严重地区返回欧洲其他国家后被确诊 一甲油温图斯队在法国里昂的比赛计划于26日晚进行 数千意大利球迷将陆续抵达里昂 不少民众表示忧虑 有当地政府官员要求法国政府颁布紧急行政命令取消比赛 但截至目前 法国官方没有采取相关行动 韩国新冠病毒感染病例数破签 韩国疾病管理本部26日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当地时间25日16时至26日9时 韩国新增169例新冠病毒感染病例 累计确诊病例数增至1146例 新增确诊病例中 大部分在大邱市和庆上北道 其中 大邱市新增134例 庆上北道新增19例 大邱市确诊患者 主要与当地某教会有关 大邱市和庆上北道青道郡 已于21日被韩国政府指定为传染病特别管理地区 目前 韩国累计死亡病例11例 22名患者被治愈并解除隔离 韩国中央事故处理本部副本部长 金刚利26日在记者会上表示 考虑到大邱市的严峻形势 政府正在努力扩充可用病床数量 3月1日起 将启用位于大田市、中青道、庆上南道等地的 1600张病床 他还表示 政府已修改有关聚众活动和使用公共设施的方针措施 从26日开始实施 内容包括建议延期或取消不必要的聚集活动 鼓励公共机关和企业 启用错峰上班、远程办公等弹性工作制 1月20日 韩国出现首例确诊病例 2月19日起 由于大邱市和青山北道等地出现大规模聚集性感染事件 感染人数激增 韩国总统文在寅 2月23日下午宣布 将新冠肺炎传染病危机预警级别上调至最高的严重级别 联合国机构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资金应对蝗灾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5日说 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徐东玉 联合国负责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洛科克 和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主人比斯利 当天共同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资金 以应对正在肆虐的蝗虫灾害 近几个月来 多个国家遭受沙漠蝗虫灾害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报告 这次蝗灾席卷了从西非到东非 从西亚至南亚20多个国家 受灾面积总计1600多万平方公里 其中非洲之脚最为严重 迪亚里克说 粮农组织曾在1月发起一项 7600万美元的筹款计划 希望借助国际社会力量 帮助非洲之小地区 抵御蝗虫侵袭 但是 这项筹款的进度过于缓慢 到目前为止只收到捐款 或承诺捐款3300万美元 迪亚里克表示 三位联合国机构负责人认为 蝗虫继续在东非地区肆虐 导致应对成本已经翻番 达到1.38亿美元 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说 仅应对蝗虫对粮食安全的影响 其成本就将比目前阻止 蝗灾扩大的成本 高出至少15倍 沙漠蝗虫被认为是 世界上最具破坏力的 迁徙性害虫之一 每天可以随风飞行150公里 存活时间三个月左右 据悉 占地一平方公里的蝗虫群 一天可吃掉3.5万人的口粮 英国和欧盟将于3月2日 启动英脱欧后 双方贸易关系的谈判 当地时间2月25日 欧盟总务委员会批准了 欧盟与英国谈判纲领 同日 英国政府也批准了 该国与欧盟的谈判纲领 并将于2月27日 提交给英国议会讨论 据报道 欧盟总务委员会25日 批准了欧盟与英国谈判纲领 此纲领要求 将欧盟现存的国家标准 作为欧盟与英国签署协议的参照 表示 欧盟设想的协议 应该坚持共同的高标准 并维持相关的高标准 这将适用于国家援助 竞争 国有企业 社会和就业标准 环境保护 气候变化 有关的税收方面 及这些领域的其他监管措施中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 欧盟准备与英国建立亲密的伙伴关系 欧盟英国脱欧首席谈判代表 米歇尔·巴尼耶则表示 欧盟不会不惜一切代价 与英国签署贸易协议 巴尼耶表示 由于英国政府要求在英脱欧过渡期内 也就是12月31日结束这个谈判 因此 欧盟与英国的贸易谈判 将会是在有限时间内的 一系列非常复杂 并且要求苛刻的谈判 报道指出 英国与欧盟谈判的可能会有两个分歧点 一是英国脱欧后 欧盟成员国进入英水域权利的问题 再一个 是欧盟成员国要求英国政府 归还其非法从他国夺取文件的问题 报道称 包括法国在内的欧盟成员国 希望英国退出欧盟后 他们的船只仍然能够进入英国的水域 并能够保护欧盟渔民的权利 而约翰逊已经表示 一旦英国不再受制于欧盟的渔业政策 英国的水域将主要属于英国的船只 而且也将首先考虑英国渔民的权益 同时 欧盟成员国希望英国退出欧盟后 将其非法从他国夺走的文物返回文物所属国 对此英国政府表示 这些文件不属于他们的贸易谈判内容之内 法国华信金属专营各种钢材 钢板 矫铁 方管圆管 方不锈钢板 铝板等工业 建筑用钢材 货源充足 规格齐全 价格优惠 本公司拥有大型制造厂房和大型的激光切割 折弯板机 口气等大型加工设备 以及专业技术团队 为各商家定制各种钢制防盗门 钢制门窗 钢制楼梯 裤栏 裤栏 钢结构件 各种餐梯 货梯等产品 专业铸旧品牌 华信 创造未来 La company discount batipoint Specialist de la ventangro et demigro de carreaux de parquet ainsi que de toutes sortes de matériel de construction ou de décoration Ne courez plus partout, venez chez Discount Batipoint découvrir nos offres complètes de haute qualité pour tous vos travaux